丹大哥我跟你说 这样以我对 比方说购物平台的了解 因为我常常真的 动不动就看到你的照片 那表示真的还不错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它一定要一定的 对 因为它一定要一定的销量 它才有可能不断的重播 你如果是比方说慢慢萎缩 从比方我随便讲100变50 再变20 那你绝对不可能再让你继续播 它一定有维持一定的产值 所以表示真的还不错 因为曝光度还蛮高的 有一天他来找我 他说跟我讲两件事 就是说第一个 他有一度想放弃 因为去年亚洲金融幕真的很吵 然后他一想到说 这个想到我 他说他不能放弃 因为我是完全不求回报的庭 第二个事情 他说奇怪 他每一次想放弃的时候 就觉得有人 就是一直在买他的产品 就是他一直对这些人很感恩 就有人默默的在撑着 他本来想说不能活 又让他一口气可以活 又活过那一关 结果他现在又做得很好 七死为生 就是说我就跟他讲一句话 就是你品质绝对不能打折扣 因为这是你一辈子永远能不能 就像宾氏汽车嘛 久了以后大家都知道 宾氏汽车是最好的车子 大概是这样 而且重点还是你的肖像 对不对 他也要顾虑到你 人长得帅那也没有办法改变 你不是说 好好好 我女人说 为什么郑伯伯现在头发是白的一件 是黑的 郑伯伯 床店很适合在电视机上卖 好 最后一段回到就是说消费者的权益 这段时间真的是你刚刚讲的 两边在混战嘛 对不对 美兰姐给我问一个问题 不好意思 我常常看到那个勾台最后都说 电话满线喔 电话满线喔 要就要赶快喔 满线就满线了 这台带话要赶快 这是真的假的 很多的是噱头啊 他就是要提醒你快满线快满线 但是还没满嘛 所以你要赶快打进来啊 就是一个噱头 比方说有时候抱线 其实就是没有啊 头快爆了 怎么夜间都不起来 对不对 尤其不理智的消费者 抱线是头快爆 因为没有电话 现在我刚开始我不知道 我就觉得好兴奋喔 怎么会呢 后来我才知道 没有快爆了 头快爆掉 他不完全是说 我好像是制造那个气氛 因为台湾的电视购物 早期是移植韩国经验 韩国是主张这个激情式的消费 他就不断的跟你疲劳轰炸 这个后来你可以看 韩国后来发生这个金融卡 信用卡的卡栽 就是过度消费 所以现在其实在台湾 慢慢走向这个日本的 这种销售模式 就是他把这个电视购物 电视购物的节目 做成像综艺节目一样 对对对 他强调是理性消费 他这个行业他慢慢在走一个 比较健康的发展的轨迹 他不太在主张就像那个 拖牌这样子 不会这样子 他开始 因为台湾的消费者 可能是亚洲最成熟 最聪明的消费者 我觉得总经理想有道理喔 不要说电视台 我觉得我们消费者也是这样子 从一开始的好像一定要 买线的报线的什么的 然后后来就会变得很理性 我觉得我们消费者也慢慢被 我觉得消费者 还有一个就是担心各资的外泄 之前有很多这样的一个事情 然后我收购诈编的电话好多 还有一个就是要提醒大家 就是说其实你在购物台买东西 现在购物台都有提供 所谓的10天的鉴赏器 但是如果有一些消费上的纠纷 比如说你不满意 你不喜欢 你要打电话退货的话 有些购物台真的很恶劣 因为我自己碰过了 他就会想办法采用所谓的拖延战术 像我那一次的状况 是我买了电磁坡的消除器 然后我买了隔天 我就跟我同学讲说 我买这个东西很好用注尺 我同学立刻骂我 他说你笨 这种东西根本就不用花钱去买 因为他就教我一些佩服 这个不好意思在电上讲 因为这个会造成电磁坡消除 消除器从此卖不出去 好 我就利用他教我那个方法 立刻真的 因为我有一个那个测试的器 然后发现说真的立刻就没有电磁坡了 所以我隔天就打电话到购物台 退货 结果那个购物台的 因为我是请我先生打电话 我不知道忙 结果那购物台的客服人员就跟我先说 我们主管不在 那我是刚新进来的人员 你可不可以 两天之后再打电话怪 我们再帮你处理退货的事情 那我现在人比较勾矣 他就相信了 就他就等了两天 可是两天 没有没有没有 大概到了第四天 第五天的时候呢 他还没有打电话过来 我就跟我先生说不行 那我们要主动打电话过去 就我们主动打电话过去的时候呢 那个客服人员说 那个厂商他说他们东西很好 所以他决定要到你们家去拜访一下 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那其实又是拖延战术 后来我就把电话抢挂 我就直接跟那个客服人员说 我知道你们在采取所谓的拖延战术 因为只要过了十天的退 那个鉴赏期 你就不会让我退货 然后他那个客服人员就说 没有啦 小姐你想太多了 然后我就很凶啦 到最后因为他都不愿意给我退 我就说 如果你再不让我退的话 我就要告到销保官还有销机会去 我甚至要这个举办计程会 然后当下就让我退 他真的当下就让我退了 是我最经意 那个东西 其实不贵啦 就一天多块 可是你会觉得那个购物台的 那个客服人员的服务态度不适合 可是我觉得要看找理由 像我有一次我也是买到一个表 看到好漂亮 那个灯光一打有没有 然后那个下面又有那个转盘 然后上面还有水栓 我想大概那个大概要一万多块 然后我就觉得哇 我要买 因为表带又可以换颜色 真的太吸引我了 我一定要买一个 结果买到我就很 每天都在等 等了几天终于拿到了打开 啊 怎么这么小一颗 那个表面就是好小一个 我就左看右看 实在是没有办法带 然后就觉得好像没有那个价值 那我就当场我打电话 客服人员 我就说小姐 我那个表收到了啦 是满漂亮的啦 可是因为我比较胖 那个表面比较小 我没有办法带 真的不行 他说你再试试看啦 这一组卖得很好 怎么样 我说真的不行 我真的很太胖了 我带不下去表面太小了 我就一直强调说 你们的货不错 然后只是我的缺失 是我的问题 那他就让我退 对 你不要老是说 你都不好 不好跟他吵架 我觉得这样的话 反而就两个会很尴尬 像我们公司的做法 是像消费者 就过去确实 不管是卫星购物业者 或有这样的状况 然后我们公司的做法是 在总经理室的 这边拉一个消费者处理中心 所以是直接 又不管你用 在我们的官方网站 或电话打进来 他是跳过所有的组织 他直接对总经理 就是不要让这样子的 消费的抱怨 是不管是被忽视或什么 因为其实有些人 是购物业者 目前在九个频道里面 有这么多业者 真正决定谁可以活下去 谁不能活下去的 关键是消费者 对啊 那为什么文婉的那个托把 还没有那个 而且我觉得 我就像美人姐样 我觉得我非常的冤枉的地方 就是说 所以我一直要强调 那各位妈妈朋友 你买到东西 你真的要先试 像我也是托把放着嘛 可能我比较忙 我就想说 我到底哪一天可以用它 可是你知道吗 你可能买回来了 第五天你才拆装 那等到你用 你一定是两天托一次 家里那么大 你不可能忙嘛 结果你等到你觉得有问题 你可能用不到三次 它已经坏了 可是重点来了 超过 超过十天 可是重点就是说 你会觉得很恨 然后你会觉得很厚 为什么买到这么烂的东西 然后不理不采 怎么可以这样子 如果您要购物 对啊 请按1 如果您要汇款 请按2 如果您要客户 这个售后服务 请按7 9 2 4 6 5 7 8 8 4 9 2 1 太长了吧 太长了吧 你怎么那么长 不要对了啦 太长了 没有人记得住 郑大哥你这一招很真的 很烦耶 对好不好 而且要打好几次 才可以记下那个号 好 下面的反应是我们筛选厂商 很重要的一个依据 可是重点 为什么现在还能再卖 我就觉得很驚訝 这么烂的东西 到现在还在活 卖得很好 对 很离谱 我觉得应该很多人会觉得 那现在有深深购物 购物正常在卖的是不是 我们现在等法律 我们是已经没在录影 现在就等 到他的法律程序走完 省一省走完 就换成了 就换成了 那要多久 我认为快的话在三月初 曹操林寝的千年秘密 真的解开了吗 曹操是作恶多淡的萧雄 还是世人都误会他了 君王选墓地 风选大斗法 神秘的古林寝 还有哪些秘密